Hello,大家好,我是翼王,這次來裝一台1180元能大戰戰地5的神機 前段時間發現,一不小心我的圖拉丁8的簽到已經超過2000天了 然後又碰到有人說我老是做些脫離群眾的東西 再加上最近二手神機好像又火了起來 那麼這次我也來裝台二手主機來玩玩看吧 首先是CPU和主板,我選擇了292塊錢的i5-2500K加162塊錢的華碩P8P67L1 估計有人會問為什麼不選擇更便宜的1156針腳平台呢 X3440只要100多塊還能超頻,這個時候就要講一下圖拉丁8的故事了 圖8曾經火過至少兩次1156平台,第一次是因為i7-870注意只有一個0 第二次正是X3430和X3440 第一次的時候我也上了車,買了P55加1代i7-870,用了半年左右 後來因為小毛病都用得不爽,就再閒於放了,換了i5-4570 賣870的那次也是我第一次碰到倒手刀,後來我賣東西一定要說明 你收穫了,有問題可以退,但是絕對不剪錢 這是題外話 這個故事的重點在於我上車那次的時間是2013年6月底 當時1156平台在圖拉真的是火得不要不要的 垃圾老門蜂擁而出把好的二手主板掃得一乾二淨 在淘寶我連續問了好幾家店,才終於找到一塊上樣的二手主板 第一代的非旗艦i系列是09年底開始上市的 但是在市場銷售的時間很短,只有一年多 當時775也還沒有退市 1156的主板和前面的不通用,和後面的二代三代也不通用 所以1156針腳的主板,也就是H55和P55,存試量是比較少的 後來圖拉又經歷了一次X3440的熱潮,到了現在2019年 市面上的那一批本身就已經是二手的1156主板 就這麼被倒來倒去的折騰了這麼多年 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還能用的主板還剩下多少 我去搜了一下還有人翻車翻成這樣的,最要命的是這還是2016年的事情了 我玩了這麼多年全新和二手的電腦硬件 主板可以說是故障率最高的那個 就我這個屋子裡面隨便翻一下都能找出兩三塊壞主板 有些還是剛剛過保修的 偏偏主板又是整台電腦的交通樞紐,更換起來也是非常的麻煩 現在給小白推薦1156和1366還不講清楚危險性的那些人,肯定不是圖拉的老玩家 而且1156和1366缺少AVX指令及一些新的遊戲可能會啟動不了 也沒有原生的SATA3和USB3.0 個別高端主板會通過第三方芯片增加但是性能不好,也容易出問題 其實到了今天這個1155主板也已經開始老化了 特別是用料比較縮的H61和B75,翻車的不少 P67、Z68、Z77這些看貼拔反應情況略微好一點 只不過你的預算低到1000塊左右的情況下,確實沒有多少好選的平台 這個1155針腳用了兩代,而且因為提升比較大,在市場上賣了很多 主板的存飾量相對大一點 到了今天京東自營還有全新的在賣,雖然價格就非常的感人 在閒於上面花點功夫淘一下的話,應該還能找到好一點的主板 如果有更多的預算可以考慮B85加4代i5或者乾脆上銳龍 魔改筆記本處理器的話因為要看店鋪的這個手藝,所以就不太推薦了 然後為什麼最終確定是這塊主板和這顆CPU呢? 其實一開頭我注意到的是E31230V2 當年的性價比神優,現在只要400多塊了 後來再翻了一下才發現2550K已經降到300塊以內了 畢竟本身預算就比較緊張,能省100多塊何樂而不為 如果你玩的遊戲對這個主頻要求不高的話,選不帶K的i5還能省幾十塊 不過二代比較能超,差幾十塊的話我覺得還是上帶K的比較划算 順帶一提在閒於這顆U有一點這個傳家寶的傾向 有個人我跟他啰嗦了半天他還是不肯285塊錢包郵賣給我 後來我乾脆在淘寶店鋪花292塊錢包郵買到了 而這塊P8P67LE則是我能找到的最便宜的,能超頻的 同時看上去相對穩一點的1155主板 賣家說有十幾塊相同型號的 湊齊這麼多一樣的反修水洗過的問題版的概率不高 估計是網吧一整批拆下來的,網吧一般不會超頻使用 不過網吧電腦也是長時間開機運行的,也不知道剩餘壽命還有多少 Intel從二代開始就只有P字頭和Z字頭,以及旗艦的X字頭的主板能超頻了 哦對了,二代三代即使是不帶K的i5、i7配上這些主板都能往上超0.4kg,俗稱4倍頻浮力 這塊版的型號是L1結尾已經表明了是縮水版,供電池有5顆電感 但是好在它也縮掉了顯示輸出,也就是說這些供電全部是給CPU用的 CPU供電接口也是8PIN,所以我不指望它非常能超,但是基本盤應該還是有機會上去的 2550K本身也沒有核顯2500K才有 有種說法是正因為屏蔽的核顯溫度低了,所以2550K的超頻能力反而更強 嗯,預鍊神功必先 P67的SATA3.0原生只有兩個,然後這塊版沒有前置的USB3.0 但是居然還留著IDE硬盤接口 另外使用二代處理器的話PCIE槽是2.0的 乘16下相當於PCIE3.0乘8的速度,到1080等級的卡應該影響都不大 P67Z68這些二代主板上三代處理器需要先將BIOS刷到最新 同時可能會有一些小毛病,如果你確定要上三代I5I7或者E3V2,請盡量選擇Z77 散熱器方面就沒什麼好說的,普通的這個玄冰400 鹹魚二手60塊錢可以買到,壓2550K超頻只要不是很極限的話還是很輕鬆的 如果你選擇不能超頻的處理器,散熱器還能再往下降 內存方面,現在整體價格下降了,鹹魚上面花80塊錢就能買到一根DDR3 4G16的拆機條 兩根還能包油,牌子是隨機發貨那種 還想要更便宜的話可以選擇DDR3 2G,鹹魚只要25塊錢,四根只要100塊就能搞定 不過雙倍的零件就是雙倍的麻煩 本身內存的兼容性就有一點玄學,舊主板的這個插槽也容易出故障 插滿四根的話藍瓶死機的概率會略高一點,如果你不怕折騰也可以這樣搭配來省錢 我實際收到的是南亞出的OEM內存,用的是南亞自家的顆粒 很多固態硬盤裡面的緩存都是用的南亞 這個牌子沒有做零售的內存條DDR4顆粒也產的少 現在存在感變的比海力士都要低了,但它加顆粒起碼穩定性還是不錯的 因為這個預算的限制,硬盤繼續使用單個容量比較小一點的SSD 這次用219塊買來了最近比較熱門和新鮮的海康威士出的C160 256G版本 拆解之後可以看到主控是惠榮的2258XT,這個主控一言難盡,後面會有測試 顆粒很神奇的是大S的MLC顆粒,而且是比較好的AS等級的 海康威士見莫良心的嗎? 不過反過來看一下,會發現只有6顆根據SpecTech官網的編號解碼 這種顆粒單顆為32G,6顆只有192G,是湊不夠256G的 海康威士實際上是把這個MLC顆粒開卡開成了TLC模式,變成了288G 再取了一部分做榮餘,總的來說比常規的白片TLC略強一點 但又沒有說很划算那種 畢竟東芝和英銳達原廠顆粒的SSD也是差不多價格 如果這個預算不夠的話還可以看看120G的固態 也有很多型號可以選擇,還能省下100塊左右 最近固態硬盤也是降價了不少 上次1000元裝機裡面使用的60G固態還要120多 現在差不多價錢已經可以買到同型號的120G了 那麼就到這個電源了,剛好看到鹹魚有賣出帶有海運代工的 安泰克的NEO ECO系列就順手買了回來,價格130 單路正式二幅輸出,雖然是半模組,但是只配了一根模組線 是顯卡輸出,等於說全部線都得插上去用 這次挑選這個電源沒有花太多的時間 剛好看到有能夠帶這套配置的就順便買了 哦,對了,新滿的NEO ECO-M系列已經換了兩次代工 已經不是海運了,用料也縮了不少 我知道這個時候肯定有人要問為什麼不買差不多價錢的巨龍礦店 為什麼不測一下這個長城巨龍等等 其實長城巨龍這個東西我,嗯,本來就有 而且還是帶箱子的1560W的點藏版本 但是大家知道這個東西我是怎麼來的嗎 我有一個朋友幾年前裝了一台雙路R9 290X的電腦 用的就是這個全新的長城巨龍1560W 結果裝進機箱裡面之後 這個電源就把主板和兩張顯卡給燒了 這兩張顯卡當時還是買的水貨沒得保修 2000多塊錢一張的東西壞了兩張 其中一張的屍體還在我的手上做紀念品 是壞了核心沒辦法維修的 這個電源本身在返修之後換了一個回來 他不敢用了就便宜賣了給我 要注意我想說的不是巨龍這個型號不行或者長城垃圾什麼的 電子產品它都有故障率 每個牌子的電源我都有見人用壞過 重點在於電源和其他的電腦硬件它不一樣 別的硬件都是由他供電的 電源出問題了會影響整台電腦 輕則電腦運行不穩定藍屏死機黑屏不開機什麼的 重則直接燒硬件 這樣的案例非常的多 二手電源這個東西來源非常的雜有好有壞 你不知道這個東西到你手上之前經歷過什麼 買到收過的甚至經過水的也不一定分得出來 長時間的高負債工作 會進一步降低電源的壽命和增加故障率 我之前也上過礦店的車還在貼拔發了貼紙 我自己有一套比全新的這個電源還要貴好多倍的檢測設備 而大家沒有 而且我並不會裝到主力機上面去用 在那個貼紙裡面我反覆聲明了危險性 但還是有些人不管3721就是跟著買 即使收到的電源成色非常的差 有標籤破損和嚴重的生鏽也照用不悟 現在關注我的人更多了 礦電這一類東西我是更加沒辦法推薦的 你要是裝一台容易翻車的平台容易壞的主板 再加上礦卡再抄著平用 那確實在上一個礦龍那好像也沒啥大不了的 還說不準哪個先壞對吧 你要是裝一台五六千塊錢的主力電腦 還專門在電源上面省那兩三百塊錢呢就… 嘖…反正我是理解不了 到了這裡,估計大家會發現一個問題缺少了一個比較重要的硬件 顯卡,而且預算只剩下一百多塊錢了 要怎麼樣用這麼一點錢買到一張能玩戰地五的顯卡呢? 前段時間我在閒於隨便搜了一下 就剛好找到了這麼一張只賣150塊錢的XFXR93904G 是張問題卡,裝上電腦之後能點亮 但是屏幕中間有一條袋子,而且無法進入系統 只要加載了驅動就會死機 說起來之前還有人跟我抬槓說顯卡是不容易用壞的 所以保修什麼的無所謂 實際上就在我這間屋子裡面隨隨便便也能挖出三四張壞卡 就連這張GT620亮機卡它也是返修過的 那麼來看看這張問題卡要怎麼處理 說起來這張卡和我也是有點緣分 我買的第一張接近兩千塊的顯卡剛好也是這個型號 放心我並沒有拿自己的卡冒充說是閒於買來的 我自己那張早在三年前就賣掉了 現在這張卡賣家說是無拆無修的 實際到手之後可以看到保修標籤是完好的 這個也是背板從內部固定 不拆背板標籤弄不下來,所以確實有很大概率是無拆的 拆開之後可以看到供電是六項 然後顯存明明只有4G卻分了16片 散熱器則是非常暴力的氣熱管 之所以花錢買這張壞卡 就是因為光這個散熱和背板也能值個一百塊 經過清灰和重塗歸止之後 問題依舊 那麼我就進一步用熱風槍吹顯存 再用熱風槍吹核心 啊,一點變話都沒有 最後機給做維修的朋友幫我給弄好了 原來是供電方面的問題 那麼就順利在1180元以內將這套神機給裝出來了 嗯?哪裡不對嗎? 這層的人工投入以及維護費用不是不算在購計費用裡面的嗎? 好吧好吧好吧 目前淘寶維修顯卡的價格在100-200這樣算150吧 前面的這些配件,其實還留了一些後手 內存換4G跟2G,硬盤換成120G的話 可以控制差不多150塊錢 就夠錢維修這張顯卡了 而且玩遊戲的性能並不會發生變化 只不過會稍微降低一點點穩定性 以及你要換遊戲的時候需要刪掉前一個而已 但即使是這樣買張問題卡 修好能正常使用的概率其實也是非常低的 鹹魚上面的故障卡我買過不只一張 但基本上都是真正的垃圾 所以我們再來看一看一般人應該怎麼去剪這個二手顯卡吧 剛才對內存和硬盤進行縮減之後還剩下大概300塊錢 如果CPU和散熱器也縮一點的話就有接近400塊的預算 2450P拉4倍頻也能帶動不少遊戲 而且不超這麼狠的話 主板說不定還能活得久一點 那麼我翻了一下鹹魚,現在300-400塊錢的二手顯卡大概有這些 雖然有人說過AMD二手4系和5系都是礦卡,買290更穩 但是實際上歷史上的礦潮並不是只有一次 7870、7970到280X290的年代也有過礦潮 稀釋就是因為挖礦反修的問題而被迫退出大陸市場的 390的時候好像少一點,但是現在二手的390並不便宜 而且最近的這一次礦潮瘋狂的時候 礦主也照樣回收還活著的290和390 也就是說如果你現在去買一張二手的280X、290、290X 運氣好的話它會是挖廓兩次礦的 就算不是礦卡,290本身功耗高、發熱高 好幾年用下來它的故障率也不低 所以如果你想穩一點可以犧牲性能選擇GTX2G 吃雞開三級制以及玩一些老遊戲問題不大 但是18年19年的3A大作基本上只能開低 2G的顯存也不太夠用 770和780的功耗發熱比較高,需要更好的電源 同時它們比較老,出問題的概率更大一些 新遊戲的優化也不太好,不是非常推薦 如果你確實有非常非常想玩的單機遊戲 那麼個人建議優先考慮多加幾百塊上GTX970 性能和390、480基本在同一個檔次內 而實在是沒有錢的話 那就只能選擇礦卡470來拼一下人品了 請做好用兩個月回本,用三個月賺到的覺悟 這一次除了R9、390 我剛好還借到一張開合成RX470的470D 4G礦卡 也順便一起跑了遊戲,方便大家做參考 哦對了,還有這個機箱 嗯,但是預算都緊張到要裝這樣的配置了 我覺得還是考慮一下那些比較大的牌子吧 比如阿迪達斯和耐克什麼的 嘿,那麼最終成品效果 RX470模式 裝好機器就要來測試一下看看了,在跑分之前 首先果然還是來直接抄一下屏 經過慎重考慮,CPU先抄它個5G再說 電壓直接加0.1,內存抄到1866,內存電壓也略加一點 進入系統之後在CPU Z可以看到電壓去到了1.4以上 這其實還是比較極限的 出於穩定性和壽命的考慮 就一般推薦不加電壓或者小加一點電壓超到4.5左右 跑分成績,超到5G的2500K在R15中多線程的得分 已經高於X3440、X4.1以及E3v2 而遊戲相關的單核性能簡直把X3440吊起來捶 哪怕是默認下2550K的單核性能依然比超到4.1的X3440強 玩吃雞或者LOL之類的吃單核的遊戲裡會有更好的表現 而E3雖然不能超頻,但是默認下已經有比較好的性能 對主板和散熱的要求也低,所以現在還是得要400多500 不過單烤FPU時懸冰400還是不太壓得住了 溫度一直在漲,好在玩遊戲時並沒有這麼極限的負載 總之還是不推薦超這麼高 烤機時主板供電的溫度很神奇的只有60多,可能時間不夠長 出於安全考慮還是加了個風扇吹一下 便宜的12公分風扇只要幾塊錢一個,應該不算作弊吧 然後這個SSD當然也是不能被忘記的空盤下的層級還是相當不錯的 但是因為2258XT主控是全盤模擬SLC 240G的TLC只能模擬出80G的SLC來 用完之後需要先等它釋放才能重新寫入 這個時候速度會掉到慘,絕人寰的10兆左右 空盤的時候還好,不會經常連續寫入80G 佔用高了之後就需要經常釋放 TR200佔用高時也會掉速,但是起碼沒有這麼慘 因為總覺得用者不爽,所以想了一下乾脆重新開卡為MLC模式算了 即使容量會減少三分之一,起碼掉速不會這麼慘 但是可能是因為版本的問題支持的只有TLC模式 所以我最後乾脆把多餘的OP空間給開了一部分出來 變成了神奇的284G的翼王牌固態 這樣調整之後會降低SSD的壽命 不過也變得沒這麼快裝滿了,對性能有一定提升 嗯,這算不算是把SSD給超頻了呢? 注意不要隨便學,會丟失保修,甚至弄壞硬盤 接下來再請出最後的兩位受害者顯示卡 驅動方面都是用的最新的19.1.2Chicken Blood Version 390是290的工藝改良版 就像580和480的關係那樣,功耗稍低點,頻率可以拉高一點 同時顯存因為用的比較好,初始頻率就已經比290高了不少 這裡小拉一點到1120,顯存拉到1600,功耗上限只加個20 畢竟390全速跑起來還是有點嚇人的 470這邊因為本身就是470低開盒,怕穩定性不好 頻率也只是拉了一點,到1280 這張卡因為是單六拼供電,所以功耗也不敢拉太多 顯存則加到了1850 超頻完成之後,390的3DMark理論跑分獲得了10%左右的提升 470則只有7%左右 同時可以看到這兩張卡的差距其實並沒有這麼大 特別是默認狀態下 整機調整完成之後,終於要來實際跑一下遊戲了 首先當然是放在標題裡面的戰地5 1080P畫質選項全部調成高,RTX當然是OFF了 兩張卡的差距在5幀左右,在優化最差的路特丹也可以有七八十幀 我的天啊,這畫面是如此的流暢,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接下來跑一下因為需要AVX的指令集,所以X3440打都打不開的刺客信條奧德賽 畫質也是1080P全高 跑Benchmark時,幀數最低也有40,但是不知道為什麼470的成績比390還好 這個遊戲是完全只稱對新顯卡進行優化了吧 古墓11還是高特效,但是換到了DX12模式 這回390的表現就比較正常了,不過470也在50幀以上 最後總結的時候470平均幀數也有60 看在上帝的份上,如果你說這個不流暢的話我一定會狠狠的踢你的屁股 MHW因為是低加密所以比較吃CPU,不過超5G的2500K還是帶得動 實際跑起來情況和TR11差不多,470還是差一點穩60幀 稍微降低點特效應該就沒問題了 2550K不超頻的話也能帶動390跑60幀,所以2450P拉四倍頻同樣也能玩 不過CPU佔用就非常高了,知道為什麼我說瑞隆推薦直接上6核了吧 又是吃雞,1080P全屏幕三極致,100%屏幕比例 這個遊戲非常吃CPU單核性能以及內存帶寬 所以為什麼470的幀數比390還高呢?莫非是因為顯存頻率的原因? CPU和內存不超頻的話幀數會明顯低一些,但60幀肯定還是穩得住的 幹他R5,1080P高特效下因為瓶頸在CPU單核性能上面,所以兩張卡的幀數基本一致 順帶一提,390確實是可以帶動GTA54K高畫質60幀的 但冷克是跑遊戲時整機可以上到480W 使用IDA64進行AVX加GPU雙烤的話 輸出端功耗會去到550W,而470只有390 所以雖然390性能強了有6%到7%這樣 但是整體的使用體驗其實還是470要強一點 如果給390上個甜甜圈輸出功率還要再加一些 如果電源不是很好,比如雙路正12V輸出合計 只有444W的VP450PV2 那還是不要做超頻烤機這麼危險的操作了 總的來說這些東西便宜是有原因的,一分錢一分貨 要是和全新的使用體驗一樣的話價格就不會低這麼多 比如CPU散片、淘寶店鋪和閒於二手的差價就不大 如果你確定要裝一台這樣的電腦 請配合之前的故障排除的視頻一起使用 我也明白學生檔或者剛出來工作的朋友 手上錢不多但是想裝台電腦來用的想法 我也是過來人,但是真的把二手神機當主力電腦用上一段時間之後才能明白問題到底在哪裡 大家在計算性價比的時候,請把穩定性和可用性也考慮進去 你裝一台二手的電腦用了兩三個月之後有零件損壞需要維修或者更換 那麼最後花的錢可能會比你一開始直接買好的要更多 這是我實際經歷過的經驗教訓 想要用得舒服,請盡可能選擇更多的全新零件 二手的也要挑選比較穩的那種 那麼為什麼以前的屠包垃圾佬敢耍那些非常高威的平台呢?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我在Toba最早見到過的一百多元大戰LL的貼紙裡面 那個樓主是用著一千瓦以上的振華Lidex電源 加好幾百塊的邏輯鍵盤來配那台主機的 對於一些嚴重中毒而且懷舊的電腦玩家來說 這樣的機子實際上就是相當於 這麼一個東西就是挑戰極限玩的 幾十一百塊的零件壞了那麼扔了再買就是 嗯,對了,可能有人想知道要怎麼樣用便宜的價錢買到二手硬件 其實說白了就是多噸和多問價 所以二手裝機其實是沒有辦法完全照抄每個零件型號的 經常是收到什麼樣的好貨就用哪個 那麼這次的視頻就到這裡了,如果覺得有用或者有趣 記得點贊、評論、收藏、訂閱、關注 如果看完了,視頻還覺得意猶未盡 可以掃碼關注電腦8的微信公眾號 每天都有新鮮有趣的電腦資訊推送 還有大腦精心搭配的電腦主機配置推薦 那麼下次再見,我是翼王,掰掰